高雄市鳳山西又一次遭偷排廢水了 當地的巡守隊昨天是發現 溪水又黑又臭 還有魚群死亡 市府回應19日的確發現 有鳳山區的餐飲工廠偷排廢水 研判魚群可能是因為廢水 加上河川的激流量低 天氣熱等因素 水中的溶氧偏低 才會死亡 週五傍晚 當地巡守隊聞到臭味 來到鳳山西查看 發現已經染黑的溪水 還有不少魚翻渡死亡 懷疑鳳山西又遭偷排廢水 當地立場指出這三天 鳳山西都有異味還飄散著油污 尤其上游的鳳山順最明顯 連判天氣炎熱 激流量低 有機物發酵 致溶氧偏低 引發魚類死亡 本局於精明假日期間 仍持續派員加強鳳山西上游 激查取締工作 週六下午重回現場 水面上看不見油污 但在西畔還是能聞到些微異味 市府表示在十九日曾查獲鳳山區餐飲工廠 偷排含油脂白灼廢水 污染鳳山西以依法告發病限期改善 週末還是會派員加強機查工作 雞腳娃亭孟昭全 高雄報導 長官